總統蔡英文出訪中南美洲 過境美國洛杉磯 僑界舉辦上千人的盛大僑宴 熱烈歡迎 蔡總統在僑宴演說中 勉勵僑胞繼續為台出力 從產業到外交 促進台美關係發展 在臺灣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大家一起堅持順著來做事 一起來聽 臺灣才會不一樣 臺灣才能總是自己的目標 好不好 喬燕現場還有作為美國政要 前來致意 美國在臺協會主席莫劍 特地說起國語 歡迎蔡總統來訪 你的語言是誰 你喜歡誰 你喜歡誰 另外 聯邦中議員趙美馨 和薛曼則提及 樂見臺灣旅行法生效 我非常高興看到 現在你可以 獨立談論媒體 去廣州區域 這個旅行 會給你滿足的 你負責 我希望你最高的層次 最高的層次 除非歡迎你去廣州 會歡迎你去華盛頓 蔡總統燒照還走訪了 洛杉磯華僑穩教服務中心 這是中華民國元首 在美期間走訪本國 橋外機構首例 總統藉著座談的機會 呼籲台一青年 獨多回臺發展 我前幾次訪問 不同的地方說 碰到年輕人 大家都想說 要有一條回家的路 我現在跟各位報告 這回家的路已經開始 開出來了 但是還沒鋪上火油 但是也歡迎大家一起來 把這條路開得更大 然後把這個路 開得更平整 那也希望給後面 要回家的人也更好 蔡總統鼓勵青年僑胞 多回臺灣看看 特別建議他們到臺灣 偏鄉走走 肯定過億兩多